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位公子 徐某初到此地 也是错愕无比 若是有人间仙境 非此地莫逊 二位公子 请吧 请 徐大人 在下这杯酒 先干为敬 沈公子 客气了 徐大人 在下内急 告退片刻 战去无妨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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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看看 走 军队 二郎寻思无比 他一荡妄花 毁害你吧 一刻之罪 军队 你是何人 他给他死里昆明前放 军队 谈他妄花 毁害你吧 你可不得罪 展开 都别动 行律 快点 给我 趁热 着 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哥 大哥 我忘了 行吧 趁着前面混乱 我们趁机过去 别让徐大人等太久啊 走 走 好 精彩 太精彩了 郁大人 出来吧 郁大哥 郁大哥 你看 这齐小节竟然如此热闹 不像往日在共通 什么节都过得如此乏味 齐小节这天 少男少女 希望以此 泄呼自己的心善人 那郁大哥 有没有自己的心善人呢 我 我已经 有心善人了 你都没告诉我 是哪家的姑娘啊 公主 不是说好了吗 在刑律司 我是万捕头 好好好 万捕头 我们现在搜捕的 不是寻常的贼 你刚进刑律司不久 记住 万事小心 不许龙本 遵命 郁大人 我们分头找吧 你去跟小东瓜胡子里回合 大哥 看 大哥 这就是京城啊 好热闹啊 你不懂 小兔崽子 站住 给我站住 小崽子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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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兔崽子 敢偷老子的钱 通牌给我交出来 要不然今天也让你好好 长点儿记性 小姐看一下 你需要什么 来 哪儿来的兔崽子敢多管闲事啊 给我滚开 几位少爷 好威风啊 你谁啊 你活腻味了吧 敢跟老子在这儿耗 我 谁 谁要存小爷 我看是谁敢在这边闹事 少爷 刑律司的人来了 别拦着我 刑律司算什么呀 大哥 好像是当官的 这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别动 刑律司的人 你肯定了 那大人是个女人 刑律司不算什么 但给你行刑酒还是可以的 押回去 大人恕罪 大人恕罪啊 是这小子偷了我家兽裔的钱 请大人明鉴啊大爷 对 就是这小孩刚刚偷的 把钱交出来 娘 可有证据 刚才这俩人包庇这小子 他们绝对是同伙 你说钱在我身上是吗 好 好 那就让这个大人查一查 看看你的钱 在不在我和我兄弟身上 小冬瓜 胡子里 走 转过去 转过去 不哭了好不好 有姐姐在 都没搜到 哎呀 孩子 你怎么在这儿啊 各位大人 我是孩子他爹 他没给你们惹祸吧 我给各位大人赔个不是 还不赶紧回家 等等 此事无物证无人证 你们要是再敢动一步 我就送你们去刑律司 我 谢谢各位大人 给各位大人添麻烦了 还敲一下 送他们去刑律司 要绝对你们大人等我 别走 分得不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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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快点 快点 驾 小狗崽子 让你们听话 好 让你们听话 不让你们听话 负义 我怎么教你们的 住手 外面没有人 没人 自料理 敢跟刑律司官差动手 大胆 丢上 小狗崽子 小狗崽子 怎么算赶上来 岳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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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翼翼 算了 你个小贼而已嘛 你站住 你叫什么名字 在下沈瑶 你刚拦我干嘛 你知不知道那个罪犯 也就张大案有关 他跑了什么线索都没了 刚才若不是在下出手 恐怕死的就是大人您了吧 你要是这么欣喜案情的话 那刚才为什么不在逃跑之前 就把信索问出来 反倒问你的救命恩人 刑律司的女捕头就这么无礼吗 女捕头又怎么样 来人 怎么 这大人是想将在下收奸吗 我帮刑律司抓贼 又救下大人的命 我犯了什么罪啊 好了 你 救命之恩 玉某替万捕头谢过 还请你明日去刑律司画押 刑律司方可接案 好 二位大人 马已备好 走吧 万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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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人 抓了十二宫摘兴营的人 摘兴营 来京城做什么 可能跟我们的目的一样 是与镇银案有关 徐大人找到了吗 找到了 走吧 二位 我家大人恭候多时了 请您引路 请 请 徐大人 晚生沈爻 陈师六 拜见徐大人 沈公子 快快免礼 当年我这穷酸秀才 眼看就要冻死在京济的大道上 多亏了阎王殿的月老公主 救我一命 费心提点 才有我徐林栋的今天 只要是月老公主的人 我一定尽心照顾 徐大人 您有心吗 徐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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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了不说了 快请 来 那不知 沈公子此次前来 有何要事啊 徐大人 在下此次前来 是想让徐大人 借以刑部律司官的名义 引荐我跟十六 进入刑律司 谋个差事 并非是虞兄不帮忙 并我 关高的刑律司一品 如果二位想进刑律司 谋份差事并不难 只是虞兄想不明白的是 凭二位的地位和身份 怎么过不是风流潇洒 何必进那刑律司 讨些苦头吃啊 徐大人 自阵营案起 刑律司就一直打压我们十二宫 我大哥此番前来 就是为了进刑律司搜集证据 查清阵营谜案 为我们十二宫洗清冤屈 且慢 刑律司 沈公子 此事不妥 指镇营案 那说碰就碰的呀 徐大人 您是自家人 不说两家话 十二宫阎王殿 莫名受到镇营案的牵连 饱受打击 在下只想为十二宫的兄弟们 讨一个公道 不过徐大人您放心 在下定不会拖累您 沈公子误会了 并非是于兄胆小怕事 现如今 这刑律司强势打压十二宫 如果此次你的身份暴露 岂不是杨禄虎口 如果因为此事伤到你沈公子 于兄于心不忍哪 徐大人说话也是在理啊 就是啊 二位公子既然到了京城 就多玩两天 就住在我府上 那在下太不好意思了 那在下 就多谢徐大人了 我给您行个礼 沈公子 多谢徐大人了 不可呀 沈公子 沈公子 你 沈公子 多谢徐大人 这我怎么担待得起呀 多谢徐大人了 沈公子 快快请起 谢谢徐大人 沈公子 沈公子 快快请起 你这让于兄 如何是好啊 徐大人 对不起了 大哥 这就是刑律司吗 对 我们寻差事来了 沈妖 话业完毕 案子已了 你不走 还有何事 玉大人 既然二位公子如今 我怎么不走 你带着我来 你不走 我都不走 你不走 你快走 你快走 我这个人 你快走 我那时候 你快走 好 我这人 你不走 我把我走 他不走 你快走 那我走 你快走 这么多什么哎呀 一个手 是不是 把柔车压出来 好 还有 还有 信若不是假的 那你急什么 你 十六 我等乡野之人 出身卑微 出言不逊 还望大人原谅 罢了 我朝正是用人之计 徐大人写信举荐你们二位 想必你们二位 确有过人之处 那本官就给你们一次机会 不过刑律司不是说尽就能尽的 该学的规矩 你们一个都不能少 十日之后 本官再做定夺 多谢大人 万捕头 又怎么了 乌龟原主 多谢万捕头提点 我不要 我不要 啊 我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沈公子客气了 都是举手之劳 怎么不给沈公子倒酒啊 来 沈公子 你可是我的救命安人 这酒要是不喝 岂不是不给我徐某人薄面吗 那么我和我的十六兄弟 那就谢过徐大人的举荐了 谢谢 好 今日二位刚到京城 应该放松放松 我们不谈正事 喝酒 喝酒 小哥哥 你看是这位姐姐好看呀 还是这位姐姐好看呀 还是我好看呀 你们啊 你们啊 都不够漂亮啊 我听闻 醉仙娄女掌柜花何夕 貌若天仙 是精通六易 俯首之处 余香久久不能散去 可惜在下也是从未谋面 遗憾 遗憾哪 好 姐姐 不知道 徐大人所说的 这个花掌柜的房间 来来来 在哪儿啊 徐大人 徐大人 在下内疾 告退片刻 但却无妨 这阴暗的线索又没了 我只有三个月时间了 要是还查不出来 我就没有机会替皇兄翻案了 我已经派手下的精兵强将去查探 已经一年多了 所以传说中的阎王殿有线索了 虽然江湖传言 是天机十二宫阎王殿盗取了阵营 但是这个组织很神秘 新上任的首领 神龙剑手不见过 我们一直在查 依旧查不到信息 我哥哥上次去白当关和库荣谈判的时候 还一起风发 现在却因为阵营案成了这个样子 是 郁大哥 你与我兄妹二人从小一起长大 你要帮我 更要帮我哥哥 去忙吧 是 上次那一刻原来就是 姐姐你真漂亮 嘴真甜 公子 公子不得善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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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刚才多有得罪 主人有请 公子 公子 花姐 心来可好啊 多些仍然关心 你还说近来 自上次一别 都已经有六个月了 花姐 你总把日子记得这么清楚 我都忘记了 救命之恩 一刻也未曾忘记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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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看看 走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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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林洞 二等寻死无弊 他已当妄罢 回憾已罢 你可知罪 你是何人 他给他死里过面去放死 你可知罪 雪林洞 二等寻死无弊 探索王法 无遗憾已罚 你可知罪 展开 你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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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动 刑律司办案 你们都起来 发生什么事了 大人 刚才阎王现身了 烈火阎王啊 刚才阎王一挥手 就烧死了 徐灵动徐大人 阎罗王 大人 真的是阎王啊 大人 真的是阎王啊 大人 是阎王 最后来是阎王 不是阎王 那是阎王 那是阎王 最后来是阎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